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要说什么 明白了 我坚决把你老人家的指示融化在学业里 落实在行动上 把草座剪搞出一个新面貌来 还差不多 不对啊 老黄 你今天这个态度有点不对头啊 怎么这么好说话啊 是不是 又有什么事儿求我 哎呀 你老人家这个眼光太悬亮了 你长个费亮啊 这讲什么能瞒得过你呀 你数毛头硬的吧 其实 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是我闺女要过圣日五十大寿 十五大寿 我那想请半点家 去给她买个圣日礼物 不行不行不行啊 你上回请假就回来晚了啊 害得我亲自上了灶台 哎呦 我那才吵的 顾客那反应绝对是没 没智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 你要老人家那个水瓶呢 简直就是 特特特特特特技术子 行了啊 别用这些好话舔糊我了 我呀 我还真吃这套 这么着吧 你呢 快去快回 别又让我替你 我虽说是手艺好吧 我也不是干这个的呀 就是嘛 都说你老人家是 刀子嘴豆腐系 你那个 管世音菩萨心肠好吧 跟你老人家一比 那就是何督夫 何弥陀佛 那 玛利亚圣魔 好吧 给你老人家一比 那就是狠毒虫 阿门 王母娘娘好吧 给你老人家一比 那就是个老王八蛋 哎呀 你 行行行行 你瞧瞧你这副 溜序派马的德行 又跟少经理请假的吧 谁呀 谁说不是 哎呀 其实也没什么事 贵女要过圣日 我就想着给她买个什么礼物 你 小敬叔叔嘛 你说 我给买个什么好呢 她买什么礼物啊 给点钱完了 现在你给什么 都不如钱吃了会 知道吗 不信 你给你闺女买一车礼物 不如给一块钱 她肯定饿得肥肥肥肥的 就乐着肥肥的 那你不会给她 两块 哎呀 你忘了 小敬啊 哇 这个卫生间拖到一半 又跑到这里来聊天 安全标志有没有摆 害得我这 帅住了 幸亏我伸手脚尖没有摔到 啊 哇 塞我这个腰啊 不是没摔着吗 老黄 跟我请教个问题 我这 我我我这就去嘛 不是 红婆 说是摔着药了是吧 红婆 你看 你是个文化人 我给你请教个问题啊 你说这个 我闺女要过事了 我给她买个什么好呢 黄叔啊 小孩子过生日送什么礼物啊 真是蛮有学问的 嗯 就是 这个礼物嘛 啊 最好讲起来啊 既有娱乐性 又有教育性 既有实用性 又有纪念性 哎呦 亲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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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上哪儿去 可找这个复杂的玩意儿去啊 讲起来也不复杂啊 前日我有个朋友 儿子过生日啊 他送给他儿子一台 崭新的啊 最新款这个 Compact Computer 小孩子拿这样的礼物 蛮开心的 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 不是 那倒是好啊 可这个康 这康师傅 康师傅 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Compact Computer 就是康百电脑 大名牌大公司 好好好 哎呀我就是不知道 鬼女喜欢不喜欢这个 康泰克电脑 什么康泰 康百 看我嘴 跟我读 Compact 不对 Co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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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吃饭了 黄叔 你们做什么好东西啊 趁着少康厅里不再讲 我给大家炖了条鱼 老黄 又拿臭鱼糊润了我们 去你娘了个蛋 哈哈哈哈 那个臭鱼是昨天给你吃的那条 哈哈哈哈哈哈 来了 快吃了啊 吃完了饭 还得广播 你妈呀 这样给闺女买生日礼物去啊 哎呀 昨天红扑给我一念到这个康泰克 哎呀 拜托 康泰克 康泰克 康泰电脑哎 对对对 我回家跟我闺女说吧 她高兴点啊 她是臭的自己大嘴巴子 哈哈哈哈 你们中国的女孩子 表达高兴的方式 真是奇怪啊 打自己的嘴 哈哈哈哈 她是说她 她怕她实在做梦的 跟我小时候一样 苦孩子没得过啥好东西 哎 今天见着人家吓我呀 这就是要拿高兴的方式 你 她是怕我喝醉了 嘿嘿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贵女啊 你也太小瞧你爹了啊 只要你高兴 万说是个电脑 就是个猪脑 我也给你弄回来 哈哈哈哈 那就对了 整个猪脑砸的 你肯定在行 哎 猪脑我行啊 哎 你说也怪的啊 我正是个猪脑子 我就行 为什么这个电脑 我就是搞不懂的 还黄说 您不懂电脑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嗯 要是您懂了电脑了 那才奇怪 哈哈哈哈哈哈 哎 我说红婆啊 你你对这个电脑 你在行 干脆你就去替我买了吧 啊哈 这个是归月时间 你你自己全权处理 啊 这是买电脑的一百块钱 哈哈哈哈哈哈 一百块 哎 又不可以啊 黄素 哈哈哈哈 别客气吧 哎 零钱啊 就不找了 归你了啊 哇 这是惨死 一百块买电脑还要找零钱 哈哈哈哈 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 不够啊 哎 不够啊 差多少你先替我垫上 啊 回了我的底下吧 我怕我垫不起啊 要不这个台湾人怎么这么小啊 千年啊 啊 你跟我说说差多少 我还是会 不多 啊 差一千多块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你 你 我这 不就是那个 那个 在手信里头拿着那么个玩意儿 一百来块钱 就 黄素 手里拿了一百 那叫游戏机 啊 这个 电脑 这叫计算机 计算机 计算机嘛 一百这块钱嘛 价钱乘出那算上的嘛 那是 那是计算器 copulator 哎呀 对啊 一百块钱嘛 哎呀 你咋就阴准一百多块了呢 你 那猪老跟电脑能一个价吗 哎呀 哎呀 活泼 你可 坑了我了你 你 活泼啊 你怎么把这老黄坑了 啊 把东西还给人 我马上给他 哪有关系啊 我哪里坑他呢 他自己讲 你看你这个人 你明明知道这个抗 他说这个脑颤 他就这么贵 你还骗着我 让我给我闺女买 你说你让我给我闺女 怎么交代啊 这个事情啊 我哪里想到你会这么小气嘛 没有办法 只要我跟他讲 他确实在做梦 不行 他都臭了 他自己大嘴巴了 教授你就跟他说 你喝醉酒了 我爹那时候就这样 那不行啊 他都恰了我了 啊 这份儿不理 老黄啊 对孩子要说实话 嗯 你就跟他说 是我小气 嗯 我抠门 嗯 我舍不得给你买那么贵的东西 嗯 我不配做你的爸爸 你废话嘛 你本来就不配做他爸爸嘛 那是我闺女啊 我说你 我配做他爸爸 你明明说的是我嘛 对 是你 是我 就是你嘛 哎呀 哇 别吵了啊 哎呀 要说这个 compack电脑 卖一千多块钱 那也算挺便宜的呀 我的妈免代理用的就是compack电脑 功能又全又方便 嗯 就是嘛 那个自力投资啊 要把眼光放长远一别 哎 你现在花钱给你女儿买电脑 现在她长大学有所成 回报你她不只这一千多块 嗯 嗯 真的 让我考虑考虑啊 不过你这千多块钱还是有点贵啊 那便宜点嘛 便宜点 打打车 啊 黄叔 这不带讨价还价了啊 嗯 你真以为你这买猪脑呢 哈哈哈哈 黄叔叔 哎 这鱼是怎么回事啊啊 嗯 来啦 好看 That's Pro EP啊 那还真是挺不错的 哎 我读过这方面的介绍 她是第一个引进Internet快捷键的电脑 嗯 而且还有那个屏幕锁定 要是不知道密码啊 你就是开了机也进入不了系统 哦 我是进 你那里边有什么秘密啊 又是锁定又是密码啊你 什么 哎呀 我也想要一台 你真想要一台 嗯 那好办啊 那我现在就给 哈哈哈哈 嘿嘿 就是这样哈 你看这个老黄哈 给她亲闺女想买一台 她都有点舍不得 我要送你一台呢 嘿 那咱俩总得有点什么特殊关系嘛 哈哈哈哈 呃当然啊 这关系深浅 全凭你一句话 但是这关系只要一经确定 我立马就 小屏幕给你买一台的啊 别老了唱啊 哦 为了一台电脑我就 啊 你说我这台电脑吧 还真是有点落后 你看内存小速度慢 键盘不好使 鼠标器又不好用 可是 凑合着没坏 哎 真是师之无畏 气质可惜啊 哎 哎 没点像你啊 啊 我怎么就十之无畏 你又没尝过啊 要不然你试试 巴掌啊 哎 我有一主意 哎 老黄不是嫌康派克贵吗 对啊 咱把这五百块钱卖给他得了 好 他呢跟女儿又能交代 好 我再添点钱 买台新的 康派克 啊 好 好阴险的主意呢 哈哈 什么叫阴险啊 啊 我这台电脑它就是旧了点 对不对 可什么毛病也没有啊 你再说了 咱这不是帮着老黄上钱吗 对对对对对 太对了 老黄买回去之后吧 顶多就是换一鼠标 再换一键盘 再换一芯片 再换一芯片 好嘞 别换了 再换还不如买一新的呢 哦 感情您全都明白啊 要不怎么说他这事他不好办呢 哎呀 他我出面当然不好办了 可是 你不是有个事办法吗 嗯 你找老黄去说说试试 成嘛 天 我啊 啊 我一个实之无畏气之那什么的人 我去说行吗 哎 人家 人家 人家不是开玩笑还不行 人家 你道对不起还不行 人家 跟你承认错误 行了吧 哎 行行行行 啊 知错就改 改了就是好同志啊 你跟嘴头上改啊 这实际行动上 有没有什么 表示啊 你呀 先跟老黄说了再说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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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老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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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给女儿买电脑去啊 不急 哦 这不温月汉光拿了个说明术 我现在正在学习呢嘛 哦 是吗 学的怎么样啊 看懂了 多少了 你说人家这个说明术啊 写的怎么就这么好呢 你看看 每一个字 我都认得 可把他们连起来 我怎么就一句也没看懂呢 哦 没看懂啊 那就对了 要说啊 我觉得你这么一个文盲嘛 说谁这样 我是说啊 这 你让一下子拿出一千多块钱来买电脑 确实是贵了点 而是这个 你说咱俩平常关系也不错对吧 嗯 看着你这么着急 这么受罪的 我不管也不合适是吧 你说 哎呦 你想帮助我 啊 真点啊 哇 你好可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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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赶紧回去告诉我贵女啊 我就跟她说 在你成长的道路上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叔叔 曾经赞助过你 八百块好吧 好 谢谢 什么就八百块啊 谁说赞助你钱了 我是说 看你哈 一千块钱的买不起 那五百块钱呢 总能买得起吧 开什么玩笑啊 哪有那么便宜的电脑啊 你当然是猪脑啊 哈哈哈哈 怎么没有啊 啊 便宜是电脑 看你找不找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呢 咱北京员 尚经理的办公室里 就有一台 尚 尚经理办公室里有电脑 啊 我怎么没注意啊 嘿 那么大一电脑你愣没看见 就在少经理左手那桌子上摆着呢 啪嗒一开半天不亮 亮了之后 还经常乱闪 闪也不要紧 你使劲啪啪一拍就好了 那个 想起了没有 哦 想起来了 哦 这个电脑弄了半天 就这个模样 哎呦 我怎么看怎么像个工具馅儿 哈哈哈哈 你就那么个破工具馅儿 他就值一千多块啊 一千多块它不是这模样 也差不多啊 也差不多 这工具馅儿吧 这电脑啊 人少经理啊 原来是准 嗯 嗯 经过我的 再三的劝说 嗯 人家才同意 五百块钱卖给你 哦 五百块钱 啊 哦 还没去买电脑啊 哦 不急不急 哎 你什么 这个 杨领板给我介绍啊 说瘦老板有台电脑 便宜卖给我了 五百块 说吧 就这台老古董啊 那个不值 哎 恐怖 那可是少经理的电脑 对啊 那个不值啊 嗯 嗯 不值五百块 这个少经理这台电脑啊 恐怕是美国这个 第一代个人计算机 嗯 现在还能够用 真是奇迹啊 哈哈哈哈 黄叔啊 你把它买回家里 没准真的能变成古董 说不定没准碰到什么 那个眼神不太好的收藏家 已经能卖出十倍的价钱了 哇 听听专家的意见 嗯 也就是说我花五百块钱 买一台旧电脑 嗯 再给我贵女六十几年 哎 发几个锅 她能卖回五千块钱了 哈哈哈哈 这当然不可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不可能这么便宜嘛 至少可以卖七八千元 什么 七八千 哇 太好了 有人能要吗 哎 肯定没人要 那你 哈哈哈哈 你也是说肯定没人要的下来 哈哈哈哈 是少一万呢 嗯 这也跟北京攀鸡园一样 不信你弄以五十块钱一幅字画 没人理你 你弄五万块钱你是不是 抢着买 哈哈 抢 啊 哈哈 懂了 就是说我花上五百块钱 我就挡上手藏价了 不是 不是 那是你说 他占人家少经理这么大个便宜 能玩合适吗 那 没什么没什么 少经理说了 老黄 是个老员工 啊 这台电脑销架处理给他 那就算 老保福利待遇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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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么全虚全影的 什么毛病都没有的电脑 五百美金你就给卖了 可不是 你还嫌卖贱了 我是说 是不是卖的太贵了 合着我这连蒙带骗 你落一良心发现 行 我再找老黄说去 劝他买难 劝他不买还不容易吗 对对对 这便宜啊 让他占了 对对对 您说的太对了 那电脑当初也两千块钱买的 是不是 没错 现在前一前有 什么毛病都没有 对 是不是五百块钱卖老黄了 那他 他简直赚大复了 这简直就是 积德行善 经你这么一解释啊 我觉得合理多了 是吧 你看我这人 他还不是这个 食之无畏 弃之 可惜吧 那是 那是 弃之 可惜 是弃之 不可惜 少经理 你说 我怎么感激 你的大人大德呀 你说 这么一台 具有 收藏 价值的古董 你就让给我了 你让我的心里 怎么过意得去啊 别别别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可真不好意思了 这个雷锋做好事 从来不留名吗 那是我应该不好意思 我想来想去 平时你老人家对我补博呀 你这个便宜 我可不能占呀 你都让他自个儿 留在这慢慢的省值吧 我呢 我吃买的信 贵就贵点吧 你说是不是 这个 我绝不能占少老板的便宜 别去老黄 你这不是占便宜 不不不 你就是占便宜了 对呀 你占便宜的事 咱不能干 吃亏可以 便宜不能占 不是老黄 他 他少经理 他乐意让你占这便宜啊 这更不行的 少经理就无私奉献 老黄学乎就那么低啊 少经理越是乐意 那就越不能干嘛 对老黄 那 那少经理 他 他其实心里 他不乐意让你占的便宜 这总成了吧 你感觉你都不乐意了 那这便宜我还能占吗 我说老黄 你 你这人怎么 这么这么死心眼啊 我这个人失诚啊 这个贵 我可以自己吃 这个对不对 这个便宜 我绝不能占少老板的 我现在 我干脆 我就去买那个 最喜欢的 抗白 迪斯科 铺肉 一批 我这对我还说对了啊 我还想打电架 apost吗 我还想打电架